大家知道我本来大年初五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就是坐上从北京飞往新西兰的那个飞机了 飞往奥克兰的飞机 但是在大年初三的时候 我们那个群里就通知说因为这个疫情 然后先暂缓出国的事项 然后又过了半个月 说那个国境已经关闭了 新西兰国境已经关闭了 那我们就是再往后退一个月 又过了一段时间 然后开了视频会议 说我们跟大家了解一下下线的现状 然后在视频会议上宣布 本年这个项目就是取消 所以其实当时对我来说 心理压力非常非常大 因为我已经做好了未来一年 甚至是两年的这个规划了 然后他突然给我打断了我这一项的工作 促手不及可以这样说 然后整个三月份 我整个人都处于一个比较自闭的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提一提 这个人脉的重要性了 我刚刚在这个我的分享里面也提到 你在参加的各个项目或者工作 或者是你在学校的一些同专业的朋友 其实同专业的人往往能把你从这种 心态中给你拉出来 好的 我现在可以听到了吧 没问题 然后整个三月过去之后 我自己首先特别不满意自己的现状 我以前在北京那么风驰电掣 雷厉风行的一个人 怎么能在家一待半个 一待一个月就非常的自闭呢 所以我自己也是在考虑如果真的今年去不了 我能做什么 然后第二个要感谢 在这里我要感谢的 今天应该也是来听我的讲座 我的朋友叫王可欣 我非常非常感谢他 然后我们是在 大概是奥克兰的这个培训里面认识的 然后当时他还有我们奥克兰另外一个朋友 一直跟我说 你要不能放弃自己的一线教学 如果你放弃了 如果你停止学习了 一旦这个项目重启 你什么没有准备就去了 所以这句话其实当时很典型我 就我不能什么都不做 在这干等 因为时间是就流逝就没有了 所以我很感谢这位两位朋友的存在 然后当时我就很 大概用了一周的时间去思考 我下一步可能要去做什么 那我不能放弃我的教学 但现在疫情也出不去 所以我又回到我的老本行 目前还是做线上的这个汉语教师的这样工作 然后与此同时 然后我还在不断的给自己安排更多的学习任务 因为我要延三了 要面临着毕业的一些问题 然后也面临着未来下一步是应该深造 还是应该工作的问题 所以我自己在目前给自己排了很多的学习任务 然后看书读书任务 读论文的任务 然后英语学习的任务 以及工作的任务 你把自己的这些空闲时间都填满了之后 负面情绪就不会来找你了 因为你没有什么时间再去思考这些有的没的的问题 所以朋友很重要 然后自己的思考和反思也很重要 人脉也很重要 感谢观看